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主从沉睡中唤醒过来 公主的国度和摩尔森林最终达成了和解 但是精灵与人类之间的故事并未就此终结 一国王子所在的有爱国就是另一个基于摩尔森林的国家 恶毒的王后悄悄派出捕猎队 从摩尔森林抓走了一批精灵 开始暗中研究针对精灵的毒药 距离公主解除诅咒已经过去了五年时间 一国王子虽然没能在上次事件中证明自己的真爱 但是凭着这些年来的死缠烂打 倒也颇受公主的青睐 在王子成人礼的这一天 他终于鼓起勇气向公主求了婚 公主对此十分开心 当场同意了王子的求婚 满心欢喜的王子回宫征求父母的意见 没想到此前一直反对的母亲 却一犯常态 同意了这桩轻视 不过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 那就是公主必须带着他的母女教母前来参加晚宴 母女知道这可能是一场鸿闷宴 但是出于对公主的宠溺 她还是决定前去赴宴 母女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恶毒王后其实一直在暗中令人打造铁器 准备给母女致命一击 很快 时间便来到了晚宴这天 公主穿上漂亮的华服 仿若掉入凡尘的仙子 为了照顾公主的情绪 母女也特意用纱巾盖住了自己的牛角 她们渡过两国之间的河流 来到了友爱国宫殿里头 晚宴一开始 席间就充满了傻意 晚宴的开胃菜是一道鸟肉 餐盘餐具全都是铁制品 王后假意给公主送上一座 魔心城堡作为礼物 还故意讲起魔女给公主下咒的事 魔女知道对方来者不善 尽力克制着自己的怒火 但是一旁张牙舞爪的黑猫 还是让她有些怒不可遏 在公主的请求下 魔女暂时平息了下来 但是恶毒王后依然不依不恼 不停地用言语刺进魔女 最后终于是激怒了魔女 暴动的魔女打伤人类士兵 打算带着公主离开 没想到王后竟然暗中 用魔女诅咒过的纺锤 让国王陷入了沉睡 还诬陷说 是魔女给国王施下了诅咒 傻白天公主信以为真 让魔女给国王解开诅咒 魔女见公主不信自己 只好独自离开了城堡 让她没想到的是 王后早已在楼顶布下了侍卫 她还没有飞出多远 就被侍卫射出的铁弹击中 跌进了海中 眼看魔女就要葬身海底 天上却突然飞下另外一个鸟人 将她救了上去 魔女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巢穴 巢穴深入地底深处 魔女顺着通报一路前行 竟然在里头发现了 和自己一样的族人 将她从海底救出的 正是鸟人族里的长老 长老告诉魔女 他们原本活动在世界各地 但是随着人类的壮大 他们的活动范围被迫缩小 最后只剩下这个 与世隔绝的地下世界 鸟人族的生存环境 比人类严酷得多 为了尽早学会谋生 鸟人们不得不很小 就开始锻炼自己的生存能力 族人的艰难处境 全都被魔女看在眼里 她很想为族人提供庇佑 但那也就意味着 他们很可能会和人类产生冲突 长老希望魔女 能妥善处理此事 她带着魔女 来到凤凰埋谷之地 告诉她 自然界最强的力量 其实是转变之力 在她将公主抚养长大 并为公主解开诅咒之时 就已经获得了这股力量 她希望魔女 能用这股力量 带族人走出困境 在魔女失踪的这段时间 恶毒王后那边并没有闲着 她找来的邪恶精灵 已经暗中研究出 可以杀死精灵的毒药 这种毒药 来自于摩尔森林的一种植物 在其混入铁粉后 就能让精灵变回植物 毒药研制成功后 王后接着展开了后续行动 她为王子和公主定下成婚的日子 还向所有的精灵发出了邀请 与此同时 她还派出人马去到摩尔森林采集植物 植物和魔女之间有着很强的心灵感应 魔女感知到了植物被采 急忙赶回了森林 然而当她到达现场时 却发现植物早已被士兵采摘殆尽 不仅如此 士兵还在那里设下了埋伏 就在魔女将被击中之时 长老却再次赶到 替她挡下了铁弹 另一名鸟人族战士见长老被害 暴怒之中干掉了偷袭的人类士兵 长老的死给魔女和鸟人族带来了很大的触动 这让他们明白 鸟人和人类之间必有一战 大战的最佳日期 自然就是公主成婚之日 婚宴这天 摩尔森林的精灵们清晨而出 全都来到了游爱国参加公主的婚礼 仪式开始之前 王子悄悄为公主送来花朵 这株来自摩尔森林的植物 引起了公主的疑心 她偷偷潜入王后寝宫 发现了里面的秘密 这间密室就是邪恶精灵 研究毒药的地方 公主在里头发现了 被魔女诅咒过的纺锤 她这才意识到 真正谋害国王的 其实是恶毒的王后 可惜这位傻白天公主 醒悟的实在太晚了 恶毒王后很快便来到密室 将她给抓了起来 鸟人族那边正在为战斗 做最后动员 游爱国也在紧无觅谷的 制造毒药 只有摩尔森林的那群精灵 还傻乎乎的坐在教堂等死 随着管风情的月身响起 教堂大门被士兵封了起来 毒药开始在教堂内蔓延 精灵们全都成了待宰的羔羊 公主眼见形势危急 冒险用布条从城楼上滑落下去 来到了王子房内 她找到国王手臂上的伤口 向王子揭露了王后的阴谋 此时两人大军也朝城堡发起了进攻 公主趁乱来到了教堂外头 想要救出精灵 那颗大门被死死封住 公主和乌鸦精一起努力 也无法打开 教堂内的精灵一个接一个死去 蓝仙子发现毒药来自管风情的风口 她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 堵住了毒药的出口 自己则变成了一株花朵 教堂外头乌鸦精也被士兵抓了起来 就在此时 魔女终于赶了过来 只见乌鸦精变身为一只大黑熊 瞬间吓跑了周围的士兵 接着黑熊又打开教堂大门 将里面的精灵全都放了出来 魔女那边直接找上了恶毒王后 打算终结这个罪魁祸首 谁知傻白天公主再次冒了出来 还劝说魔女不要复仇 就在公主惺惺作态之时 背后的王后却举起弓弩 朝她射出了箭矢 魔女见箭矢飞来 转身替公主挡下了箭矢 她也因此而灰飞烟灭 恶毒王后见魔女以除 打算对鸟人族赶尽杀绝 不料魔女并未真正死去 拥有转变之力的魔女 从灰烬中浴火重生 变成一只法力超强的黑凤凰 瞬间便摧毁了一座城楼 恶毒王后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将公主从高台推了下去 黑凤凰急忙飞升扑救 总算赶在最后时刻 救下了公主 王子得知王后的阴谋之后 主动站出来向鸟人族表达了善意 人类和鸟人之间的战争 也就此迎来了终结 魔女毁掉了当年被自己诅咒过的纺锤 国王也因此从沉睡中苏醒过来 鸟人精灵和人类 迎来了三族共存的和平时代 公主和王子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恶毒的王后则被变成了一只羔羊 再也无法害人 傻白天公主的故事到这里便结束了 但是她到底会不会继续坑吗 我们就不知道了 至于魔女后妈妈 是否被坑不重要 重要的是可以一直美下去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喜欢本期解说的小伙伴能不能动动小拇指 常按下方点赞支持一波呢 这里是客观战舰 我是爱你的星星 我们下期再见